主席 主席有请行政院院长 麻烦再请卓院长备讯 陆伍员好 院长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念一句话 对总预算有意见 有几种处理的方式 包括退回总预算 修正说明通过或择其在意 这句话谁说的 果言说的 这句话是2003年 柯建民说的 我们伟大的柯总招说的 我想请教您 在2008年 陈近平进党提案要退回 马英九政府的总预算 请问你知道提案人是谁吗 我告诉你 是当时的民进党党团干事长 赖清德 说真的啦 跟院长说一下 有点感慨 全世界 全台湾都知道民进党双标 但也不要双标这么明显 柯建民自己都说 对总预算有意见可以退回啊 现在民进党总预算被退回了 我现在看到网路上很多谣言 包括民进党很多人站出来 把国家说好像灭亡一样 那么如果 退回总预算 有这么护国殃民 那民进党说要先发个声明 来谴责一下赖清德总统呢 以前也想退马英九总统的总预算啊 还是民进党的逻辑是 退民进党的总预算 叫伤天害理 对不对 退国民党的总预算 就是天功地道 不要这么双标可以吗 院长 谢谢委员 对于总预算被退回 我只有两个字感觉遗憾 过去我觉得 好啦 谢谢你对柯建民遗憾 也谢谢你对赖清德遗憾 过去不管什么时候 总预算被退回 在想要的行政单问题 应该也会做同样的表达 你要努力打脸 柯建民和赖清德 我也尊重啦 毕竟你是赖清德的爱将嘛 你这么爱赖清德 爱到去打脸他 我也接受啦 那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野党退 因为行政院总预算 也不是私出无名啊 今天我跟你讲 行政院提了很多的预算 过去预算的使用 也有很多人不满意吧 院长是不是 可以实质的审查 对吧 也有人不满意嘛 可以检讨嘛 对不对 你知道有一个人 非常不满意哦 我很尊敬他 他超级不满意 他对民党过去预算执行做法 很不满意哦 你知道是谁吗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索荣泰院长你自己啊 9月16号 民进党 过去在反诈宣导标案上 民事电视台拿走高达94%的预算 院长你是不是当时说过啊 真的过度集中在某个厂商的话 不是厂商的问题 是政府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样说过 未来不允许这样的情形 你有没有这样说过 是的 对啊 所以你自己都知道 民进党过去预算执行 使用有问题 在野党来为人民把关 好好监督荷包 也是顺行 我们卓院长的意志啊 所以呢 难道只许隆太不满 不准再也退回吗 我发现问题 我们是解决问题 退回解决不了问题 你今天不满叫做解决问题 我们不满就叫制造问题 退回解决不了问题 谢谢你再继续 不要再打脸赖清德跟柯建民 我真的是 我代替赖清德柯建民 求求你啦 当时的学生机关也会用这样的表达 又是时空环境不同 我知道帮你讲了 那我跟你讲 刚刚我们伟大的卓院长 这么要反省这个 这个所谓的标案集中的问题 那我跟你说 来你知道吗 立法院预算中心有说啊 政府各个机关媒体宣传 多以限制性招标的方式 部分得标厂商过度集中 你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吗 如果这个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因检导之后 非常谢谢你 从新的方式来做 谢谢 新的方式 我代表你讲新的方式 那你知道农轨会 限制性招标的比例多少吗 请我原始降 你要新的方式 渐往之来啊 过去怎么做的方式都不知道 新的方式不容易找到 我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啊 限制性招标 卫福部多少 九十九点八二 劳动部多少 九十九点四七 内政部多少 九十八点二五 回发会多少 百分之百啊 请部长来说明 没关系啊 全部跌在你后面 全部都站出来 部长你讲啊 我们的 卫福部农委会 劳动部内政部 法务部国发会 主管院长 请你们全部上来 好 没关系 我要跟你讲 我就要讲新方法了 建网之来 检讨过去才能策立未来嘛 对不对 是 好 那很简单啊 你预算百分之九十四给民事 这个叫什么 花人民钱 洗人民脑 我用白话文说 就是养有绿媒体嘛 部长说明 好 就养有绿媒体 没关系啊 待会我讲完再问他回答 所以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设性方 现在啊 我跟各位讲 请问我们院长 你知道我们的 媒体政策 跟业务宣导费 编列多少吗 今年 明年 不会这个不知道吧 全部政府吗 对啊 全部政府的编列的数字 有说增加了九点五亿 14点多亿 我跟你讲 没关系 对长人 数字还是要稍微定一下 14亿九千两百八十八万 较今年增加五点九亿元 暴增百分之六十五 我不知道耶 卓院长你都对过去感到这个做法觉得很有问题 对不对 太过集中 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四集中特定媒体 百分之九十九的限制性招标 结果 结果我不知道我们政府哪来的自信 还可以增加百分之六十五预算 烂据洗脑啦 三句话跟委员解释 14点九三亿是我们预算数编列的数字 编列数 你说9点七亿是去年审查之后的法定预算数 第三句话 去年的编列数是十一点多亿 去年跟今年的编列数只增加三点三亿 我告诉你我还是回到我们 令我尊敬的九月十六号的卓院长 关键跟你编列数跟你现在成长数 我告诉你 没有证相关 证相关是什么 你要让政府今天 真真正正 善用人民纳税的钱 就是把你过去没做好 把他扣掉啦 对不对 谢谢委员 你百分之九十四的预算 集中给特议媒体 我就砍你百分之九十四的预算啦 这样子我现在剩下百分之六 你会不会好好运用 你不用尊敬我 你相信我就可以 我相信你会尊敬 那九月十四号我说的话 我只限于相信 九月十六号的说的话 今天到目前为止表现 我有点疑虑啦 九月十四号我说的话 我们落实在未来预算执行当中 我跟卓院长讲 砍到行政院预算 你就会立场有点改变 没有关系啦 但是我跟你讲 立法院帮人民把守荷包 是我们天职吧 对不对 你过去你都承认 集中预算标案 这样是不对的 那我就用这个做预算指标 来看看行政院未来预算 该怎么编嘛 你太集中了我就砍嘛 回应民意嘛 每一分每一毛 都是人民的纳税钱啊 你都斤斤计较原住民进罚补偿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二十亿那么计较 那我跟妳讲 那是预算院的 原宣预算乱用 我砍一砍 拿去给原住民用 我也觉得开心 原住民也开心 陈寅也开心 武力华也开心啊 那是预算编列的原则问题 要合法 而且 你的原则啊 浪费罗作为原则 我无法接受啦 哪有再跟你讲 我们讲师出有名啊 我跟你讲 整个预算书也看了 大致 粗略地看了一下 真的问题很多呢 你知道吧 院长 我们在野地 我是帮你打官 找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各个部会 都很用心编列 来来来 迟迟审查 告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都会尊重 来来来来 我们一个一个讲 我真的今天 我讲三天三夜讲不完 但我只举几个 比较好玩的例子 我们大家一起 当做一个有趣的事情 来共同探讨一下 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 我们这个张祈凯委员 就对我们的 您的官邸 这个电费 暴增 他觉得 很有意见 他就说 你们是在挖比特矿吗 比特币吗 我刚刚说 这种比特币 你就不认同 你觉得这样说法不好 我也不认同 怎么会是挖比特币呢 是在养北极熊啊 什么挖比特币 养北极熊啊 我再问 我们的卓院长 我想问一下 你比较怕热 还是 陈建仁比较怕热 一样 一样啊 不不不 我觉得你比较怕热 你有没有看过 X战警 X战警 他不怕热啊 X战警不怕热 错 X战警有一个人很怕热 谁你知道吗 冰人很怕热啦 冰人在一级 X战里面就是被火喷死的啦 很怕热啦 你可以去应征 还是战级的冰人啦 我们的陈建仁可以应征 也可以战级的火人啦 火人不怕热 你超级怕热 你跟电费可以比陈建仁花百分 多百分之五十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刚刚已经答复过张旗凯委员 我知道你说检讨嘛 我们帮你检讨嘛 我用的时间并不多 你用的时间并不多 比较多百分之五十 六月到八月不是你用的 不是 六月到八月是不是你用的嘛 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多少 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多少 今年六月到八月你花多少度电 快两万度 十五万 那去年六月到八月 陈建仁花多少度 一万五千度 今天多了三千九百度 十万 对啊 那我说你当冰人蛮适合的啊 而且战级冰人非你莫属 所以我讲第二件事啊 你请问我讲你们预算编列没有道理吗 今天民众质疑没有道理吗 我再讲第三个啦 我会检讨官邸这个电器的检查 希望能够尝速让大家清楚 我现在来考考我们 主院长国际关也跟预算有关 请问北海道是黑熊的栖息地 还是中熊的栖息地 北海道是黑熊的栖息地 还是中熊的栖息地 难倒你了啦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暗示 台湾是黑熊栖息地还是中熊栖息地 台湾黑熊比较有名 黑熊嘛对不对 那越北方你知道哪一种熊比较在北方一点的 那北海道的栖息地是谁 是谁的栖息地 因为白熊啊 在跟北极熊就你们行政院官邸养的我知道啦 那我现在是到北极去了啦 中熊啦 北海道是中熊栖息地啦 那我问你喔 如果今天政府编一笔预算说 我伟大的政府超级关心国际的生态保育 我要到北海道去考察黑熊保育 这个预算 如果院长看了 你会不会舌头掉下来啊 叫他更改去考察中熊 很好啊 理由都乱编啦 就在预算书里面 当然不是你行政院啦 也不能算给你啊 监察院啦 监察院给我编一笔预算 说到北海道考察黑熊保育 我都快昏了 黑熊保育跟监察院业务什么关系啊 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跑人家 日本北海道 人家明明是中熊栖息地 就考察黑熊 我跟院长说啊 我刚刚讲过了 今年的总预算 是历史新高吧 是吧 因为我们的税入 国人非常努力 我觉得今天 我们要努力的帮老百姓把关 这是我们的天职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随便举就三个例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下一个啦 好不好下一个 今天我们讲退回总预算 对不对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行政院 没有编组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的 原住民禁法补偿条例的预算 对不对 是啦 这个是原因之一啦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 你不编组 这21亿 我刚刚随便讲那些东西 加起来也真的是 包括政府的电费大增啊 什么大增啊 说真的 原住民的禁法补偿 这么多年没调整 我们对原住民总要有点交代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禁法补偿条例提出来 你知道是谁提案的吗 谁提案的 高金树梅委员提案的 何止高金树梅啊 还有陈寅跟吴立华 院长我真的跟你讲啦 今天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难解决 只要院长一颗柔软的心 对原住民有一点柔软的心 你对立法院的 立的国家法律 三读通过的法律 有一颗柔软的心 你就直接跟在野党沟通 你就沟通 你今天既然三读通过 对原住民 对农民的照顾 行政院绝对努力的 把预算编组 来对吴立华交代 来对陈寅交代 院长愿不愿意 我们绝对有柔软的心 但是在柔软之前 做不到 我们对宪法跟法定的预算 好柔软啊 必须要维护 好柔软 在你的柔软心之下 原住民踩在脚底下 你叫民进党立委 怎么到原住民选区 去面对你 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讲 我们照顾的是全民 今天 总预算退回 今天起因之一是 金法补偿条例 那我今天也知道 院长你的态度 没关系 反正 原住民的票 或原住民的福利 原住民的福祉 原住民的权益 原住民过去的 所谓的正义 这不是党派的问题 不是哪一个委员 哪一个党的问题 这非常非常好 原住民 民进党又原住民选委 行政院编列预算 预算完整的问题 好啦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 柯建民就说要去釋线 是不是 柯建民就说要去釋线 柯建民就要去釋线 柯建民就要去釋线 那请问你们行政院 要不要也来釋线一下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利的复委 实质的损查 所以你也不太认同柯建民 釋线主张咯 那党团可以有这样的思维跟主张啊 我要跟院长说 今天政府创下历史新高的预算 增加了四千多亿 连一个对原住民柔软的心都没有 然后到处 到处现在很多到处谣言啊 讲到说什么 总预算被退回 社福支出 什么都不见了 我讲一个东西给院长替你认不认同了 这是我们现在法律的状况 即便总预算被退回 法律性的所谓的支出 法律义务支出 其实也是不受影响 包括社会保险 包括社会保险补助 教育经费补助 地方补助大概占六成 如果真的没有收到补助 反而是行政机关怠惰 然后侵害人民权益 至于非法律义务的支出 根据预算法五十四条之规定 国会就算没有在法定期限内通过预算审查 行政部门可以依照上一年度的预算先执行 我真的说实在话 民进党不要一天到晚搞认知作战 这件事起因就是对民进党政府对国家法律的不尊重 预算烂编 我随便讲那么多的例子 预算烂编 然后呢 加上今天对原住民 我们必须为原住民伸张啊 所以这个事情搞了半天 如果真的要让总预算不要退 对不对 我们来去审啊 看看我们到底是 北海到该考察黑熊还是中熊 就是对原住民谦卑就解决了啦 我想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报告我们在原民会的预算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根据各大机构民调 报告台湾民议基金会 等等的民调 台湾民众土片对司法没有信心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我跟你讲啦 一个是跟死刑有关啦 一个是侦察不公开 变侦察大公开啦 好那我想要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民进党在党纲的自由人权章里面 直接写 研溢废止死刑的可行性 院长你赞成废除死刑吗 对不起再说一次 党纲 就跟你讲我刚刚问问题的时候 好啦好没关系 您先喝口水 先喝口水 先缓和一下喝口水没关系 然后再问我的问题 好谢谢院长 民进党在党纲的自由人权章 直接写 写研溢废止死刑的可行性 院长你赞成废除死刑吗 党刚这么写是 原因它的可行性 那现在的可行不可行 但你大法 憲法法庭之后 它就是一个标准 那我们在这个标准底下 您赞成废除死刑吗 现在大法官 憲法法庭所做出来的决定 就是我们的东方投票 我一直很欣赏你 我觉得是有担当的人 连这句话有打不出来 没有那我就问你下一题 你知道依照 国内目前的多项民调 多数人赞成废除死刑 还是反对废除死刑 依照民调的结果 这个赞成死刑的是比较多 对啊 就是台湾民意基地会 百分之八十四反对废死嘛 中华人权协会是今年 这样都今年的民调 百分之八十反对废死 那我想请问你 在这么强大的 反废死的民意之下 你赞成大法官 用宪法解释的方式废除死刑吗 第一个它的解释是 有条件的核线 那下面述出了很多的条件 我们现在行政机关 就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们如何 您的回答是我下一个要问的问题 那你赞成大法官用宪法解释的方式 表面说死刑核线 但又有条件的方式 设下十八同仁证的超高门槛 来达到实质废死吗 我不能说同意不同意 因为大法官出来 我们就只能做社会共同的标准 我们在研究如果行政部门该做的 比方说两年内该修很多的法 蔡英文政府的法务部长 曾经主张死刑的存废 应该由立法院透过修法的方式决定 不应由大法官来解释 你认同这样的主张吗 部长 曾经主张 跟委员报告 那法务部在 这一次的那个死刑的 宪法诉讼的延迟编论 你做主张死刑 认不认同蔡清祥 是核线的 核线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死刑 这个议题是社会意见分层 那我们也是认为是 很好很好 其实部长我也问过你 你也是认为要用立法 对不对 好 那这次大法官对死刑的宪法判决 社会有很大的质疑 认为大法官虽然宣布死刑核线 但其实已经是实质废死了 你觉得大法官已经实质废死了吗 在满足他所列的那种状况条件底下 我讲一个更具体更直观的指标 我讲一个更具体更直观的指标 有没有实质废死 就看死刑 有没有执行 对不对 如果到2028年 我们赖清德总统认满之前 你觉得死刑有执行的可能性吗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不行有37个死刑定验的死刑犯喔 死刑有执行的可能性吗 它里面有很多 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修法 我直接跟你讲啦 我告诉你啦 零啦 不会有啦 我很笃断的说啦 委员为什么有这样 我们到2028年5月19号 如果院长不管你还在不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把我今天讲的这话打开来看看 好不好 社会大众就认为已经实质废死了啦 在相关的 不管是行事述法或是建议 两年修法完成之后 它是有空间的 那我就问法务部长啊 请法务部长 你要不要 早一天来司法法治委员会报告一下 接下37名死刑犯 非常上述 你打算怎么应对 以及他死刑执行 你打算怎么应对 这可不要推大法官了 大法官现在是 说核县喔 既然核县 就执行啊 执不执行 要不要依法执行 我们是依法办理 我一直强调 很好啊 没关系啊 他这部分 因为目前的阶段 就是要先由最高检察署来审核 没关系 所以我跟你讲 我第一个跟我们的卓院长讲 2028之前 大概前任满之前 我不认为任何死刑会执行 就是实质废死 但会不会有死刑执行 这个问候 也不用卓院长回答 就是法务部长 因为现在是法务部的事了吧 不是吧 是不是 这个我们就依法来办理 对啊 所以 请 我也会跟我们的司法法座委 来请你来做个专业报告 好好跟国人解释一下 是不是实质废死 那我跟院长说 我讲 说是不是实质废死 我跟你讲 不是没有本据的啦 现在要判死是不是很难啦 院长你对相关数据有概念吗 我直接讲 司法院杀人案件量刑系统统计 犯下刑法271条普通杀人罪的罪犯 你知道多少百分之多少会被判死吗 百分之四 对 我上面已经秀给你看了 可是 在过去五年 过去五年谁执政 谁执政 民进党执政 476件杀人签立案件 只有一件死刑定验 所以是降到千分之二 一千件杀人案件 只有两个凶贤会判死 所以呢 还不用大法官设门槛啦 现状要判就不容易啦 死刑要定验很难 但要执行死刑 我跟你讲更难 你知道过去四年来 从2020 我们从2020年5月到现在 请问政府有没有执行过死刑 上面有啦 我都很大方的啦 对 我也不想用这种方式突袭院长 没有啦 零啦 那我想请问 我就不算现在赖总统啦 我们最近的三位总统 你知道陈水扁任内执行多少个死刑吗 那有执行过 32个 马云九任内多少个 33个 蔡英文任内多少个 2个 难不难 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几个 当然是零啦 可是我直接跟你讲赖清德就是零 一路零到底 是不是辞职废死 其实判准很简单 我们就看着法务部接下来 对于37位死刑 定验的 所谓的死刑犯 你今天到底的做法是什么 到底实施废死是大法官实施废死 还是今天竹龙泰内阁行政院实施废死 人民都睁大眼睛在看喔 报告委员 大法官是有条件核见 行政机关就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讲是结果论 对 行政机关就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要依法行政 好啦 行政机关推大法官 大法官推行政机关 但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 已经 没有兴趣去管你到底是 大法官推给行政机关 还是行政机关推给大法官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真的是 对那些 无辜往死的被害人 还有被害者家属 感到深深的沉痛 憲法法庭也说 两年内要完成很多法律的修改 这不只是行政院的责任 大院也 应该可以在这个时间内 跟行政院互相来配合 所以修法工作我们好好做啊 修法不去去参商啊 好 那接下来 我要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大法官说 犯罪情节属最严重之罪才能判死嘛 对不对 是 那么 如果犯下情节最严重的罪 就应该要考虑死刑嘛 那我想请问标准在哪里 你说情节最严重 我举个例子啊 奸杀杀警察 杀父母 杀小孩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这些算不算犯罪情节严重 这个是算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 嘿 谢谢 我就看 我们法务部接下来对于 现在死刑定验的 一些死刑犯 你是不是用这个标准去看 我们看到这三十七名的死刑犯里面 有人奸杀八十三岁的老妇人 十年 有人十年连杀三人 有人杀母亲 杀婆婆 杀丈夫 企图诈领保险金 有人持散弹枪 杀警察 有人绑票勒俗 撕票 弃尸 有人在KTV 纵火烧死五个人 有人在审判时直接呛法官 没有判我死刑 我的个性继续杀人 请问 这些叫不叫犯罪情形严重 如果这些不叫犯罪情形严重 我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犯罪情形严重 我在想请问院长 你知道这三十七案 要背负多少人命吗 你知道吗 这些行为 如果都经过合余宪法规定的 政党法律程序 这个数字我请院长跟部长 老老记在心里好不好 这个数字我真的是很诚恳 老老记在心里 61条人命 到这个社会走向十字废死的时候 请真的 请大家看看这61条 亡死的人命 依照宪法法庭的文字 没有关系 我跟讲院长 今天你讲也没有用嘛 我刚已经说过 我现在跟院长对话 好不好 我跟你的对话 法庭委员会多的是 我就说过了 2028賴清德任满之前 我直接说 一个此行都不会执行 这就叫做十字废死 你可以否定这句话 但我希望你把我否定掉 我希望你用法庭的行动 否定我 否定罗志强 打脸罗志强 2028年5月 5月19号的时候 我不管卓院长在哪里 今天还跟我讲说 罗志强你错了 你看你说错了 我会非常乐意 你指证我的错误啊 因为当看到这些亡死的人 请问院长心里躺不躺血 你躺不躺血 我觉得这种行为 国人都无法容忍 法律也无法容忍 但如果他合于 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 经过这个程序之后 政府必须依法执行 谢谢你啦 我本来问侦查 不公开变侦查大公开 但我只剩一分钟 所以我问你 可以简单一点的题目 请问 最近卫福部长邱泰源 公开爆料 说赖清德打电话 骂环境部长彭启明 这件事你有听闻吗 我看媒体知道 你看媒体知道 所以我们的邱部长 也没跟你讲 我看媒体知道 事后的询问 那请邱部长跟我们 那个 彭部长上来一下 他自己也深表歉意 好啦 请他们两个上来一下 对不对 我帮不住你们大和解一下 两个握个手啦 真的 不好看 我跟他没有怎样啊 我说我不说你 我说两个 他们两个 你跟他没怎样 你跟他问题才大了 他跳过你三个更好 部长 不要跳过行政院长去告欲状 不好啦 好不好 这样对卓院长不尊重 好好的团队努力为国家做事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楼志强委员的咨询 谢谢卓院长的备询 谢谢卓院长的备询 报警会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 继续进行咨询 请不吝点 ают 一下 愿unuz 订下